好 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是 苗栗的縣長候選人徐定真 他日前到苗栗聯合大學 去參加一個學生的座談會 當時就有同學就提問他說 匿名提問他就說 現在民進黨網軍四處出征 就跟對岸的小粉紅 感覺像的氛圍看 候選人您怎麼看呢 沒想到徐定真 他居然感覺是脾氣上來 他馬上就辯駁他 就說民進黨現在是有幫誰在養網軍嗎 網路上誰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們也限制不了對吧 他說4X貓他是1450嗎 他說他不認為 好 當然了 對於網軍這樣子的議題 徐定真他是跟同學們這樣子的回答 他說民進黨誰幫 在這個養網軍的部分 他感覺上是否認的 而另外的一個議題 學生們也很想知道的就是 現在高端的爭議高端的風波 還有後來的數位中介法 跟林志堅的論文門事件 東東都沒有講清楚 當然同學也質疑說 過去你們主打的年輕人的選票的這一塊 民進黨現在是不是看起來 跟年輕人越走越遠了呢 徐定真他就回答說 這就不要再亂了啦 民進黨或許是做得不好 但是呢他說該罵的是中共 你一直罵自己的執政黨是怎麼樣 不然你就去對岸住住看啊 還說呢這個論文是大家都在抄啦 天下一大抄 天下一烏鴉一般黑 大家都抄嘛 所以呢論文本質上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面對了徐定真他這樣的說法 當然網友也是有一些回應 看不下去了 好民進黨呢雖然說做得不好 但是該罵的是中共 他們認為說徐定真這樣子的說法 到底是有什麼邏輯呢 好民進黨你自身出了問題 可是為什麼每次到了關鍵時刻 就打出抗中保台這樣子的一個神主牌 好另外呢還有網友就有反諷說 哎三四票選到太多了 不想選了是不是 忘記現在頭鑑是誰了 好除了這個徐定真他的爭議之外呢 目前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是 包括了高端的爭議 你知道嗎這個160萬劑的高端 現在介紹要被銷毀了 可是呢這總總花了大約 將近13億元的這麼龐大的 一筆預算跟經費都是我們納稅人要買單 也換句話說也就是這13億 現在全部都是丟到水裡面 完全都放水老了 好現在呢對於這樣的一件事情 當然了很多的藍營的立委就來質詢了 質詢說到底政府有沒有在對這個疫苗的效力 有做一些把關呢 好不過衛福部長薛瑞源 他就這樣說他說很多藍營的人在批評高端 攻擊高端這手法非常討厭 就像是被頭吃咬一樣 他用這樣子的形容詞 而對於薛瑞源這樣的說法 在野當然聽不下去了 藍營立委曾明宗他就說了 這樣是藐視民意嗎 挑釁在野你是得付出代價的 當然了你身為一個政務官 你種種的決策都是要由在野來 一一的檢驗一一的質疑的 可是你居然是這樣子說 藍營攻擊高端的手法很討厭 好我們想要請教宇軒的事呢 其實我們從徐定貞他的這樣子的 跟學生的應對來看 包括了還有薛瑞源他後來的這些回答 我們都很想問的是 難道現在民進黨是不想要年輕人的選票了嗎 為什麼種種的爭議都沒有說清楚 這樣明白甚至說好像最後感覺有點更小燈熟 這樣子宇軒怎麼看 所以我不是講嗎 這個像國民樂父的樣子嗎 對不對 這個說要當樂父 我看大家應該會先嚇到吧 對不對 所以我講徐定貞 你說他為什麼敢對學生這樣大肆開槍 那你就像在台北市城市中一樣 他之前也講到過 說這個批評自己的人 叫做這個又窄又酸 所以這個回歸到民進黨最喜歡講的一句老話 你只要不投他他就會講 難不成你要投國民黨嗎 難不成你要支持 中國黨嗎 難不成你要支持 這個中共同仁嗎 他們過去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嗎 二分法 反正我們這樣再爛做再不好 沒有關係 對不對 你不支持我 你就是在挺對岸 你就是在挺中國大陸 你就是在挺共產黨 他們過去一貫的論述就是這樣 那回過台說 曾榮像你問到的 那民進黨是不要年輕人門票嗎 所以我想民進黨走到選舉這個地步 包括剛剛我特別提到的 他們現在已經在打雞血了 我用打雞血來形容 什麼意思 對於中間選民 年輕人過去的票 他們現在是拿不到 也沒辦法拿 感動不了 勤勒也好像沒什麼效 所以只好怎麼辦 只好所幸 就這樣放水流嘛 放注意到 所以你講到 他這些對話內容 他表面上是跟學生在講 可是許定真真正的訴求目標 到民進黨真正的訴求目標 現在為止 其實他們已經不要 中間選民票了 因為在很多地方都是撒卡度 那 不要中間選民票是什麼意思 他們只想要回歸 訴諸到基本盤 所以你說講到說 南無神你要支持中國大陸嗎 中國大陸更糟啊 你不投給民進黨啊 你就是這個幫助對岸啊 這種言論跟說法 你現在對於這個 二三十歲年輕人 甚至到四十歲啊 中年人啊 基本上其實都已經沒有效果了 革命這樣也不在乎 所以我就想他們就是打雞血 他們只看到 現在選舉最後這個關頭 唯一能有效的 可以吹出票的 可以拯救選情的 能做多少是多少 那最好籠絡的是誰 是這些這個 是這種民進黨深綠的支持者 是這種過去最始終的 一些比較台派本土派的長輩 所以這是民進黨現在的策略嗎 所以他們對中間選民 你從台北市 你從到桃園市 你說就算新竹市 基本上他們是都不要也都不管 因為反正也拿不到 那你講徐立正最有趣的是什麼 他連在他同選區 時代力量候選人他都罵 甚至連時代力量候選人也罵他 這個情景是 很難想像的 所以民進黨本來就已經正式跟小綠決裂 那跟小綠決裂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就已經在跟總監選民決裂了 所以你講到年輕人的票 民進黨到底要或不要 如果民進黨還要年輕人 得票的話 那怎麼會把這個網紅的影片 突如其然 二三十部莫名其妙在同一時間下架 但今年的返鄉投票的 催票也好 你說宣傳也好 力道也不如用 過去民進黨是甚至 還發動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返鄉專車 還在地方上大肆 配合可能相關學校啊 或者是活動 用這樣 民意所謂的不分黨派 講好你是不分黨派的民意 要讓大家返鄉投票 因為什麼 因為過去就算不分黨派 大多回去的年輕人都會支持民進黨 可今年不敢了嘛 今年不做了嘛 因為根本沒有辦法嘛 所以我覺得整個現況這樣 民進黨現在只要回歸到一件事情 叫速度基本翻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 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